爷爷一定有办法 上一文化实验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先给我们的伯父 艾文和修恩 我们永远爱你 当约瑟还是小娃娃的时候啊 爷爷为他缝了一条奇妙的毯子 毯子又舒服又保暖 还可以把噩梦统统赶跑 不过约瑟渐渐长大了 奇妙的毯子也变得老旧了 有一天妈妈对他说 约瑟看看你的毯子又破又旧 好难看真该把它丢了 嗯 约瑟说 爷爷一定有办法 爷爷拿起了毯子 翻过来又翻过去 呜 爷爷拿起剪刀 开始咔嚓咔嚓的剪 再用针飞快的缝进缝出 缝进缝出 爷爷说哦 这块料死还够做哦 一件奇妙的外套 约瑟穿上这件奇妙的外套 开心的跑出去玩了 嘿嘿 耶 不过约瑟渐渐长大了 奇妙的外套也变得老旧了 有一天妈妈对他说 约瑟看看你的外套 缩水了 变小了 一点也不合身 真该把它丢了 约瑟说 嗯 爷爷一定有办法 爷爷拿起了外套 翻过来又翻过去 嗯 爷爷拿起剪刀 开始咔嚓咔嚓的剪 再用针飞快的缝进缝出 缝进缝出 爷爷说 这块料子还够做哦 呵呵 一件奇妙的背心 第二天 约瑟穿着这件奇妙的背心 去上学 呜呼 不过约瑟又渐渐长大了 奇妙的背心 也变得老旧了 有一天 妈妈对他说 约瑟 看看你的背心 上面沾满了胶水 又连着颜料 真该把它丢了 约瑟说 爷爷一定有办法 爷爷拿起了背心 翻过来 又翻过去 嗯 爷爷拿起剪刀 开始咔嚓咔嚓的剪 再用针飞快的缝进缝出 缝进缝出 爷爷说 这块料子还够做哦 哼哼 一条奇妙的领带 每个礼拜 每个礼拜五 约瑟都带着这条奇妙的领带 去爷爷奶奶家 不过约瑟渐渐长大了 奇妙的领带 也变得老旧了 有一天 妈妈对他说 约瑟 看看你的领带 粘到它 脏了一大块 弄得多变形了 真该把它丢了 约瑟说 爷爷一定有办法 爷爷拿起了领带 翻过来 又翻过去 嗯 爷爷拿起剪刀 开始咔子咔子的剪 再用针飞快的 缝进缝出 缝进缝出 爷爷说 这块料子还够做哦 哼哼 一条奇妙的手帕 约瑟收集的小石头 就用这条奇妙的手帕 包得好好的 不过约瑟 渐渐长大了 奇妙的手帕 也变得老旧了 有一天 妈妈对他说 约瑟 看看你的手帕 已经用得破破烂烂 斑斑点点的 真该把它丢了 约瑟 约瑟说 爷爷一定有办法 爷爷拿起了手帕 翻过来 又翻过去 嗯 爷爷拿起剪刀 Ignor摆 开始卡吱卡吱的剪 start刃 再用这飞快的缝进缝出 infer 缝进缝出 放进缝出 写 algo 爷爷说 呃 这块料子还够做哦 嘿嘿 一颗奇妙的钮扣 约瑟把这颗奇妙的钮扣装在他的吊带上 这样裤子就不会滑下来了 有一天妈妈对他说 约瑟你的钮扣呢 约瑟一看 啊 钮扣不见了 他找遍了所有的地方 就是找不到钮扣 约瑟跑到爷爷家 约瑟扔着 我的钮扣 我的奇妙钮扣不见了 他的妈妈跟着跑过来说 约瑟听我说 那颗钮扣没有了 不在了 消失了 即使是爷爷 也没办法无终身有啊 爷爷难过的摇摇头说 约瑟呀 你妈妈说的没错 第二天 约瑟去上学 嗯 约瑟拿起笔来 在纸上刷刷刷刷的写着 他说 这些材料还够 写成一个奇妙的故事 这是犹太民族 一代一代传下来的故事 约瑟相信爷爷 总是有办法 把旧的东西 变成新的东西 约瑟从这个过程中 他学到了 游就变新的秘密 他写出了一个故事 使得已经消失的东西 又有了新的意义 让这个故事 可以永久流传 历久迷心 结束